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业话 分别是在疫情之下 首三季的药宜个案 被去年同期急升了三分二 第二单是想说下个月 有望局部通关 传闻初期只会限于广东省 澳门也有望同步开放配额 第三单是想说中大学生会解散 在昨天的中大毕业礼里 有学生拉横额举牌抗议 还有毕业生纪念暴徒 我们逐单来 其实头两单都是同一单 在疫情问题之下 小朋友成为大人的出气袋 警务署最新的数字显示 今年头三季就录得871宗的药宜案 比去年同期的525宗 就急升了大概六成五 当中侵害儿童人生罪行方面 就由262宗加到444宗 增幅高达六成九 当中超过有七成的 私药者就是父母 其实都是挺不开心的 听到这个数字 刑事部警司李京熙 分析药宜趋势 说在疫情之下 市民有多了时间留在家里 不少家长也因为经济状况 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抵受不了压力 就发泄在子女身上 很容易就变成了这个药宜案 另外夫妇也多了冲突 往往都会令到小朋友成为磨心 容易出现这个精神受弱的情况 经济差 社会问题也都一路激化 对于有些工 其实未必会受疫情影响的人来说 其实问题可能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对于一些跨境工作 餐饮业 零售 空姐 空中少爷 酒店等等的行业 这个疫情被人炒的人 或者减薪的人 真是很严重 有很多人甚至乎根本在吊盐水 你想想这些行业雇佣的前线人员非常多 换句话说 其实有无数的小家庭都受到影响 说真的 成年人都未必好像我们想象中 是那么成熟的 我们简单看现在大学毕业那些 你就会明白的了 当大人遇到这一场世纪疫情 亦都是N年一遇的经济海啸 没有了份工 你说怎样养家呢 工又开不够 钱又赚不够 你坐食三崩 那你怎样养家呢 可能你供楼都不知道 供不供到又怕被人收回一层楼 你想想其实是顶不住的 这些这么大的压力 你说顶不住这些压力 有人轻生 也有些人会忍不住 找家人发泄都有的 最终很多时候都是小朋友硬食了它 其实可能大家都记得 之前有一宗五岁的林林 那个小孩被爸爸抛上去碰到天花板的药宜案 最终不在 经过那宗药宜案之后 其实也有指 希望通过修改现行的法例 希望要强制人家去举报这些药宜案 希望尽快通过 但若而岸多一宗都是嫌多的 其实说到最后 资本最重要都是要通关 再不通关 根本各行各业 就算家人 若而岸都会很大影响 所以任何有助通关的 早日可以恢复正常的措施 都值得我们支持 据南华早报引述 来自中国的卫生官员的消息指 香港最快可以有望下个月中 即是12月中 可以不用隔离入境内地 不过最初只限制于广东省的活动 中港的免隔离通关 身份会设置每天的限额配额 会要求旅客使用健康码系统 深圳将会是唯一通关的口岸 其次特首林郑也有说 她的说法是内地和本港卫生专家 对接有良好的进展 期望最快明年的2月 能够和内地实现 有规模的免检疫通关 怎样都好 总之通关越快越好 大家就打醒12分精神 就争取早日完全通关 好了 最后一单我们就想说中大 昨天中大举行了 一个学士学位毕业礼 据中大学生部 在他们的社交平台里面指 校园里面 包括范克廉楼的墙 上面由早上六点半 出现了直翻 当中就写有 还我学生自治 原生共治 必先共义等的字句 这些直翻 接着被校方拆除了 另外中大的民主场 也有写上 OSA属系会入林郑的标语 华尔要抗议校方 要求学生组织 向校方登记的事项 我相信他们才明白 其实那件事是 为什么 那都未算 去到旁晚的时候 有十个毕业生 拿着写有九名学生 名字的 和一张写有 我们毕业了 但他们就不能的字条 走到百万大道 这叫黄色的帐篷外面 一字排开 整整齐齐的 正正地举起这张纸 这九个名字 就是前年十一月中大暴动 在中大二号桥 暴力事件被捕的大尊生 其实这九个人分别 有中大生、李大生、Ivy 当中有些人 有些中大生 或者有些学生 都已经被判刑 有些判刑了四年九个月 到四年十一个月 有些判刑了三年四年 你说那些毕业生 这样做 其实分明 就要其他人 就要冥记 这些他们口中的意识 实际 他们这班人 根本就是暴徒 这九个人 当日 其实参与了一场世纪的暴动 难听些说 这班人根本就是想 占山为王 事后 记不记得 在中大首都 有多少汽油弹 差不多有四千个 你说和军火库有没有分别 一篮位的黄媒的报导 就写到一边的学生 一路拍照就很开心 另一边就去纪念 暴徒的样子很凝重 说两边是平行时空 一般人向往安定 另一边人崇尚暴力 这些才是平行时空 昨天中午就有五个中大学生 就在百万大里拉起 哀我中大的环颜 另外就在派这些白丝带 接着一班的中大保安就去到现场 就要求这些学生 就出示可以搞活动的证明 如果不是呢 就要求他们离开 和拿走这些物品 从新闻直播看到 这些学生就很大声地 就侧而保安 用什么的章程不让他们摆 之后也有那些毕业生 我应该是毕业生的家长 就加入战团 大家如果有看直播 都不是很多人有看直播 不过我也有看直播 他们就拿着一些 是一些家长 都不是年轻的老人家 拿着相机就大头 对着保安就拍照 拍他们大头照 那些保安就说 喂 你不可以拍我的照片 那些家长就大声就在那儿 控电保安就说 你戴了口罩 为什么我不可以拍你的照片 我呢 就对于这些行为 我真的 说真的 我真的很反感 你想想你身为家长 你在这儿盲撑 那些黄黑学生的做法 第一 就是你怎样身教呢 是不是你告诉他们 哦 你们大大声声就要些保安 就是问他们什么章情 不让他们摆东西 接着你们就派些白丝带 你们其实在悼念些什么呢 就是你身为家长 就是为什么你不可以新教呢 你为什么新教呢 其实每个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了 其实你是不是告诉他们 当他们出来社会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们想做的一些东西 是对的 他们 就是别人去阻止他们的时候 你们就去和应 拿着相机去拍摄别人 跟你黑暴的时候有什么分别呢 各个拿着相机 就是拍摄警察 有什么分别呢 去到你 今天已经有港区国安法的时候 你很好的一个中大毕业离 为什么你要搞这些东西 搞这些东西都不单止了 人家的保安都是很有礼貌地劝喻你 叫你你拿走 不要摆在这里 那些学生就大大声声空 空些保安 那些家长就要加入战团 拿着相机去拍摄别人 那是不是日后他们出来社会的时候 就是你们给一个承认 一个确认他们 就是这样行 是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做家长可以是这样呢 新教去了哪里呢 香港是一个法治之区 在法律的制裁下 有些中大学生因为犯了法 也都被香港的法律判了入獄了 不要说分不分政治 政治只是针对王的 不要这么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 昨天男刑中人也有一个 因为不小心驾驶 也都醉成入獄的 入獄18天 那你不要再说 就是香港的法律是政治化 不要这样说 大家一定要讲道理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 香港我们这个家 这个社会永远都不会回去轨道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